Kennis 什麼是舞台影畫 大家好 我是劇場導演林奕華 我是影畫導演袁錦麟 你留了舞台兩個字 舞台都是你主場 影畫是我主場 這個會有一點點的分別 所以面前的兩位導演都有一些獨特性 舞台影畫很單純去看表面 就是我通過攝影機和剪接去記錄了演出 但是另一個層次 它是可以令到一個劇目和演出昇華 這個記錄不是單純放下一部機 一個CCTV 拍下來給觀眾看 而是通過不同的鏡頭 至少都有四部 是否每一個觀眾的位置都有一個鏡頭 我覺得多不一定好 是你怎樣去用那部機 整整個半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的一出戲 一踢過的 究竟鏡頭可以有趣 一些好奇 一些美感會出來 這又要通過攝影師 你真的要在這個演出結束的時候 你的拍攝也要結束 有些朋友會覺得這就是一個紀錄片 所以舞台影畫和舞台紀錄片的分別在哪 不是單單我演出兩個小時三個小時的直播 我按完 那件事就是一個很純紀錄的一件事 最花時間的是回到剪接 最適應劇目 即是名著改編 或者有編劇寫劇本 有情節 你通常都把它變成了一部電影 但是到後來特別是在COVID之後 各種原因我開始有其他實驗了 而我們是要各自找出 在我這個作品 我是一個劇場作品的時候 我的導演做什麼 然後到你是一個舞台影畫的導演的時候 你又要想一下你的創作空間在哪裏 是和這個我創作出來的作品一宗對話 我可以說 如果你在劇場看一個劇目 就是人在圖畫中 而在戲院看一個舞台影畫 就是人在舞台上 前者的人我講的是角色 角色是在圖畫那裏 而後者的人是觀眾自己 好像上了舞台的分別 我們看舞台劇的時候 我們看了一幅很美的畫 上面是動動的 我們有不同的演員去遊走 有不同的動線 我們會有很多幻想 就好像你看的一本書 你一路去遊走著本書的不同的角落 而舞台影畫 其實是看一個2D的東西 但是反過來 你是有3D的感受 因為鏡頭的比例 放大縮小 前後景 我們加強了角色和角色之間的那種關係 我經常說的電影感 不是說我剪了一個16比9 或者一個闊人幕 哎呀那件事很有電影感 並不是如此 而是你對我畫面 那個人的關係 他們的走動 而產生了情感 這個才是電影感的來源 所以在鏡頭上 令到觀眾會看到演員的表情 原來當日我去看舞台劇的時候 我不知道 他真的流眼淚流出來 這個是前後有看到舞台劇的觀眾 延伸到戲院的時候 他們突然很驚訝 原來是有發生過 而反過來 他們有一些觀眾是看完on screen 跟著再到舞台 這個又是另一種體驗 那個氛圍又會在舞台劇導演上面的功力 去給予到那個現場感 他們的感受 這個是我會覺得 兩者他們有分別 但兩者正正的分別 令到觀眾可以對劇目 有更加多不同的層次去了解 很可能是進一步是昇華的 亦都就是說 因為通過了他們的合作 一個舞台的演出 才不會說招生直死 然後才可以留在更長的 我們叫做時間長河裏面 慢慢慢慢地往前流 可能是對將來的人來說 是會覺得提醒他 或者是啟發他 甚至是說那個時代的人 都已經成為了過去了 但是這個作品還留得低 以往我們用文字來保留他 現在我們除了文字之外 還可以用影像來保留他 那就要考驗這個作品 他在未來到底可以是多少歲 還慶祝他的生日 飛上林逸華 舞台影畫 劇場見 戲院見 明明還會 聽到 《雅琛》 《雅琛》